台語之間 Hello 又是我Chris 大家是不是在煩惱想在曼谷找一間又新又美又在市中心的酒店 本身我們就已經想好住超多人推薦的The Standard Bangkok 但到我們預約的時候發現只剩下大套房 要4000多元一萬 雖然看上真的覺得很美 但我們實在覺得太貴 我們真的不捨得預約 然後就讓我們找到這間又有美房 又便宜過The Standard一半的新酒店 就是這間Kimton Mariah Bangkok酒店 它是州際集團旗下的精品酒店 它在2020年10月才開幕 在市中心陷落和士龍中間 一入大堂已經有很多藝術的裝置 不過喝杯Welcome Drinks 一看我的樣子就知道好沒飲 不知道有沒有得早點Check-in 被我許願成功有得提早上房 但在等待的時候被人發現有貓貓出沒 其實這間酒店是Pet Fanny 他們的Moto是Happy Pets No Regrets 本身我真的以為要等到下午3點左右才可以上房 誰知一Check-in完職員就很快打約我們上去 他還很細心地問我們回香港那班機器是多少 立即幫我們做一個Late Check-out 所以在這短短的Check-in15分鐘 我已經覺得這間酒店的服務質素是超一流的 那究竟我們這間房是怎樣的呢 Sawwari Kup 歡迎來到這個Kimton Mariah Pinggo Hotel 不認識 但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了一個Room Tour 我們今天住的是一個King Premium的房間 進來就看到酒廊很闊 旁邊已經是一個Mini Bar 我看過這些應該是不用錢的 是它Complementary的水 有一個咖啡機 下面就是雪櫃 其實都夠用的 其實住幾天而已 然後一進來就已經是一個小廳 你看看我們剛剛進來已經有水果 有朱古力 有糖 還有一張Henna Lee這個Manager寫給我的卡 就歡迎我來的 其實這裡也挺實用的 因為這個餐桌我們如果買宵夜回來吃的話就很方便 這個電視機就可以拉出來 因為有點奇怪 為什麼有電視機可以放在這裡 怎麼可以拉出來呢 我們就可以躺在床上看電視 但我想我們應該都不會怎麼看的了 然後就去看看我們這個 這個景觀 其實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這間酒店其實是對著一個很大的公園 但是我們這次的房間是城市景 就看著旁邊的天台 但也不要緊的 我們也不會有時間在這裡看著景 我們拉回它就算了 好 那就過來了 就是我們的KING SIZE BAG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KING SIZE BAG 是 偏短的 但是就很寬 我就應該九分的 這個整個地方是比較 比較 沒有那麼老套的酒店 這個就好像一些橡果 雕刻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一個裝飾 我覺得它很好 它有曼能插 所以我沒有帶鑽插都可以很方便 我想現在多數新酒店都應該會有這些設備 然後呢 就又來到第二個廳了 有這張貴妃椅 這張貴妃椅 有回音 貴妃椅 還有一個小餐桌 還有一張很漂亮的椅子 那大家有看我的LAP就知道 我的LAP就是這裡 跟大家開的了 那我就 那些產品放在這裡 這個設定其實是超完美的 好啦 但是呢 介紹完這個 我們的 偏廳之後呢 就來到我們的重頭戲了 因為我覺得整間房的重點 是在裡面的 因為呢 它的廁所 是大過 整間房 就是大過剛剛床 兩個廳合起來的 我們來開門 幾大個浴缸 這裏呢 不知道為什麼 又會有那張貴的椅子 那是做什麼呢 是被伴侶看著對方去浸浴 那然後呢 當然也有一個沙瓦位啦 那這個 它也是做了乾濕分離 那這個沙瓦位 都很闊落 其實 放到五、六個人一起洗都可以 其實 然後呢 就是 廁所位 那然後呢 這個洗手盆位 都很漂亮的 有兩個 那方便 同一時間 家庭也好 情侶也好 可以一起拆牙 那 空間超級夠 所以其實 你這樣看下去呢 這個地方已經是大過外面的 那然後 那這裏 有些架啦 放下毛巾啦 有鏡子啦 那來到有一個小小的 walk-in closet 那這個walk-in closet呢 就有這個 極度鮮艷的 浴袍啦 那看看之後的影片 我不會有機會穿著這條浴袍 示範給大家看啦 挺有趣的 它有yoga mask 你記得 之前我們拍過香港W酒店 那間酒店房也送了一塊yoga mask 給我們的 那這個呢 它剛剛 因為我沒有叫它介紹一間房 我不知道這個其實是不是 comptimentary 可以拿著走 對了 行李就可以 一會我們就一時間 我們就搬上來的 就是這樣啦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間特級客房就大約720呎的 平均2200元港幣一晚 其實呢 都偏貴的啦 但你看一下 只是那個廁所的size 已經是等於我 由小住到大 香港公屋兩房單位再有的大小 所以我都覺得物有所值的 那張床呢 都夠大和舒服的 好老實講 其實我比較怕 酒店好軟自治 有些枕頭的 那它都是偏軟身 但是呢 都夠承托 還有一個特別的加分位 就是每一天呢 酒店都會換一盒玻璃瓶 那玻璃瓶裡面呢 都會有不同款的糖和朱古力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我每一晚想回到酒店 期待的一個小驚喜來的 那大家看完我的房子 是不是很想看完酒店的其他設施呢 它的泳池呢 就不算很大的 不過一看出去就有很多樓樹 畫面很有思義 連著旁邊的Lounge呢 可以叫上飲品 他們做好之後呢 就會送到你泳池休息的位置的啦 泳池的同層另一邊呢 就是Gym Room啦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報名參加泰拳班 或者找私人教練做Gym的 可惜呢 這次行程太趕 就體驗不到啦 這次呢 很遺憾我們沒有時間慢慢享受酒店的所有設施啦 我覺得特別是我們沒有找一晚或者找一個早上去做 在酒店外面的花園裡很輕鬆地享受背 但是呢 我們都有特地走出去感受一下氣氛的 其實這間酒店呢是連著Kampinski酒店的大堂的 他們是share同一個花園的 如果大家逛一逛到累的話呢 出來坐一下休息一下呢 都很寫意的 看完以上 如果你都覺得味道吸引的話呢 讓我帶你們去吃酒店的早餐鋪飛啦 這個早餐鋪飛是我吃過最誇張 最多選擇的酒店早餐來的 Stock Room呢 就是我們每天早上都很期待去吃早餐的地方啦 坐下之後呢 酒店職員就會帶你一張X Station的order紙給你填的 趁疊蛋味來到呢 就讓我帶你們explore一下 為什麼這個早餐鋪飛這麼正啦 而在食物裡面呢 就是Noodle Station 如果想吃一碗熱的湯麵的話 這裡就完美啦 腸仔 煙肉和薯仔都是基本啦 X Station 其實都有現成的給大家夾的 泰式區有炒麵炒飯和泰式炒雜菜 全部都很野味的 喜歡吃辣的話呢 可以來到Korean Station 但這個區有一個搞笑的點就是 芒果糯米飯竟然放在這裡 麵包和甜品區真是很有心思的 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款式 賣相和味道呢 甚至精緻過外面的店鋪 哇 你看看多多椰青 還有每日新鮮不同款的Energy Juice 另外呢都有牛奶和植物奶 是很滴喝的 沙拉和Coke Bar都很棒的 這個印度區我就沒有試過了 走完一圈之後呢 我們之前order的Egg Dish 終於都新鮮滾熱辣送到去我們的桌面 牛油果和大啡菇的Egg Benedict 大家是一定要試的 還可以自己選配料叫做Omlets 很好吃啊 超好吃啊 總括來說呢 我都沒有後悔過選這間酒店的 無論它的服務 房間 酒店配套 和食物質素 我都是給五顆星的 唯一扣分位呢 我會覺得價錢真的是稍貴 當然在曼谷有很多其他更便宜的選擇 但是這裏真的給了我一個很舒適自在很度計的感覺 而且它不算來BTS太近 但是現在有Grab了嘛 所以這個問題我都不算太大 下一集我就會帶大家去找幾間特色的泰菜餐廳 會有加入了日式法式元素的Fusion Fine Dining 也有米芝蓮推薦的蟹肉暗裂 也有全海鮮宴 如果大家想跟著我一起去找好東西吃的話 就記得Like、Subscribe 以及按我們的鐘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